胸口闷痛不适,可能是这六个病症造成的,心脚痛及心肌梗塞,心脚痛及心肌缺氧会引起胸闷、胸痛等症状,但心脚痛通常在休息或口服心血管扩张剂后症状会消失,而心肌梗塞则是冠状动脉血管的谋除以完全阻塞,引起心肌坏死,病人会有持续性的胸闷、胸痛,甚至喘不过气来,休克等症状,属动脉剥离,是另一种严重的胸痛疾病。 痛时可能有前胸痛到后背的剧痛,高血压或血管组织较为脆弱的麻烦是症候群患者,比较容易发生,肺动脉栓涩,血管中的血块随血液回流,经过心脏,在肺动脉阻塞住,患者会突然感觉胸闷,喘不过气,刺痛等症状,位置比较偏向两边的肺脏部位,为食道逆流,因为酸逆流导致食道发炎,所以会有胸痛症状, 但此类患者会觉得症状出现与吃东西有关,且躺住时比较严重。 此外,患者往往还会有胃部等其他症状出现,心包膜发炎,与胃食道逆流类似,躺住时胸痛会比较严重,而坐起身来就会感觉症状缓解一点。 不同的是,心包膜发炎常在胸腔比较表层之处,而胃食道逆流的胸痛位置,会在比较深的地方, 肋软骨发炎或肌肉拉伤,由于运动伤害或斑重物引起胸部肌肉拉伤,发炎,不少患者的胸痛是这种原因引起的, 但却以为是心脏病而紧张不已,全民健康基金会关心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